华裔残障者家长协会将在本周末举办乐曲乐剧献爱心筹款会演 为去年募款购买的特殊需要活动中心场地后续建造 向社区募集善款 并且邀请香港乐剧红林洪惠明再次来到洛杉矶演出 希望能够号召社区的善心人士共享一举 香港乐剧红林刘慧明已经是连续第四年应要来到洛杉矶 为洛杉矶的华裔残障者家长协会活动中心 做慈善筹款义务演出 他用愚公移山形容活动中心 为服务社区的目标努力不懈的精神 愚公移山是每一个人都笑的一个事情 不可能做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看见他们每一年都很努力 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看不出很多年 他们这个活动中心一定会成功完成的 华裔残障者家长协会 多年来协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庭 他们感谢各界对于活动中心的兴建 给予相当多的支持 过去募得的款项在2012年年底 已经在El Monte购得一块土地 2013年筹得了善款 用于开挖活动中心的地基 希望透过今年的募款一眼 让后续兴建能顺利进行 今年我们的筹款的目标是 也是15万 就希望是下一年用 就开始建那个中心的厂跟盖顶 然后下一年我们还有15万的目标 就是在下一年2016年的 其他的建立的费用 华裔残障者家长协会表示 一眼的节目相当精彩 不但有香港乐剧红林刘慧明的主秀 也有多位乐剧的知名人士 以及热心票友参与演出 共同为慈善一眼尽上心力 这场乐曲乐剧先爱心筹款会演 将在本周末 与阿罕布拉市的马凯博高中演出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向主办单位洽询 中文字幕提供 酱图